今天是5月17号说盘了 我们来看今天盘面 A股三大指数出现了一个震荡的行情 但是却迎来了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呢 涨停潮来了 A股的赚钱效应回来了 对不对这是好消息 自然赚钱效应回来了 那A股就会有更多的资金来参与了 前期的热点板块开始回暖了 新主线上位了 接下来重新在哪里 如果你对当前盘面看不懂的仔细听 其实这期视频很重要 大家一定要听明白了 接下来的行情能不能吃到肉就看它了 当然盘中涉及到的一些热点板块 热点个股只是一个技术解读 不能作为买卖依据 这里提醒大家要小心点要注意点 好来看一下这个上证的一个K线 看了这个大家都知道都明白 就是一个明显震荡 但是你看涨的1400多加 跌到700多加 明显的涨的多 跌的少 这个比例达到2比1 这里出现一个缩量的十字星 对不对 缩量的十字星代表什么呢 代表后期 他有机会迎来进攻 大家觉得是不是 所以大家记住了 这个位置 如果再出现低点就是你上车的机会 A股全线反弹一触即发 好 接下来 重点在哪里 我们就今天的这个盘面板块情况 来做一个解读 大家看 市场不仅仅出现了老肉点 还迎来了新主线 可能我说新主线 大家会有疑问 新主线在哪里呢 其实你仔细看 你会发现前排的这些板块 很多是跟什么有关 军功有关 对不对 军功在近期啊 出现明显的异动 所以接下来这个板块是大家特别注意 特别重视的 尤其是谁呢 哪些中传系 对吧 中传系今天是暴涨 整个板块涨幅达到8个点以上 创造了一个新的高位 大家看 是不是 明显的它走出的是一个多头的加速行情 这个量比这个量要大 这个量比这个量大 明显的它是属于一个 进攻的状态 接下来怎么走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整个的行情走势啊 其实从目前的盘面看 中传系这个位置 后期马上走高 拉高的概率非常之高啊 大家记住啊 手中没票的啊 尤其是 一些人气票核心票龙头票的啊 你想参与的 你要记住啊 盘中出现击杀分死低点 就比如说五日均下线 或说分死跳水低点 你可以搏可以跟踪 但拉高追高要谨慎啊 你看看它已经给出信号什么信号呢 前面这里出现一个放量的大阳线 你要马上就冲高回落 调整几天又是一个大阳线 这里冲高回落 又是一个大阳线 大家发现它的规律没有 规律有没有 拉高就出货 你要低 开往下撒 就是低点 就是机会博弈的机会 如果你把握好这个节奏 你是不是有机会卡的好 这个上车的一个位置 迎来吃肉吃大肉的机会 而且这个方向 我记得前期跟大家讲过 他票比较少啊 每个票都有机会 当然一些核心票 一些人气票 可能这个涨幅会更大 从目前的盘面看 新的一轮龙头 有可能是他啊 有可能是他 所以接下来怎么办 好办呢 那你就盯紧了这个票 什么意思呢 就是盯紧了这个位置 我们说的五日均下线 五日均下线附近 他只要能够守得住 只要能够站稳 继续看多 继续躺 没毛病 不纠结 所以在操作上面 大家是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的 注意这个变化了 整个盘面来看中传汉光 他近期量能放的比较大 这个量放出来一个天量 对不对 大家仔细看是不是 好 这个量比这个量要大 还记得我前期 跟大家讲过的一个技术 什么技术呢 底量超顶量 那么底价超顶价 所以他的目标空间已经打开了 下一个目标 可能是奔在这个位置去了 你想想现在多少20多块钱 这里多少40多块钱 空间潜力是不是很大 但同样的原理 同样的失度 不要看他涨了拉了你就去追 就怕这种情况对吧 就怕昨天这种情况你看 是不是 昨天他是明显的这个位置拉高 拉到高位 如果你在这个位置追进去 好今天低开往下杀 那里受不了一割肉 他又拉了 所以你这个节奏就做反了 就怕这种情况 其实好的策略是什么呢 拉到高位减减仓 杀到支撑位加回来 或者说什么 入点货 这个节奏这个思路就是对的 所以在操作上面 大家是需要特别注意 而重视的一个点 好 除了中传系之外 大家看一下 今天的军工其他板块也表现很强 对不对 就是航母 国防军工这些多起来了 所以大家是一定要注意和重视的 除了这个方向以外 电商这一块表现也是不错的 互联网电商近期出些明显的异动 这里你看他的一个位置 是不是属于一个相对的低位 对不对 这个位置属于一个相对的低位 位置是比较低的 好 接下来怎么办 其实好办 就在这个低一点附近前幅 拉高 考虑出货 拉高考虑什么 考虑解仓 记住 他超跌反弹的概率高 但你说他是主线吗 这个还延时过早 所以在操作上面 大家是特别需要注意和留意的 可能很多人说 那是不是就代表说没机会 其实不见然 一些头部的核心的人气票 还是值得大家留意和跟踪的 比如说 青木股份 今天涨了20厘米 虽然说是一个烂板放量 可是大家看他的趋势是不是很漂亮 前期大涨 近期调整到60天线这个位置 你看迎来一个什么拉升爆发 这个票我在前几天重点讲过对吧 在这段时间重点讲过 有人跟我说 二阳先生这个票我撞了20个点 有人跟我说我撞了20多个点 其实你不管撞多少 你在这个位置上车的 这段时间都是吃肉的对不对 所以我在前面跟大家讲 我说低位潜伏进去的票 到了重要支撑位 你只要他急拉冲高 你就可以考虑出货了 那现在的票的话 是吧 潜伏进去的拉高拉高 其实你可以获利盘轻松的出局 这个票的话 短线有可能迎来一波新的机会 互联网介绍 这个我觉得他就是超低反弹 所以在操作上面追高这一块 特别要注意 特别要小心 好 接下来大家看 近期有一个方向表现也不错 这个方向是谁 大家都知道电力对不对 电力相关的一些板块 近期表现是非常的不错的 电力设备大家看近期表现 出现一个底部反弹 而且今天有6个票涨停 可是你看他的位置 他的位置是不是低点呢 这个位置是在近期的一个低点 所以这里有机会迎来一波强劲的反弹 迎来一波大反弹 那接下来我们一定要注意 这个位置可以重视和留意 因为他本身是属于一个大底 看到没有这是一个三重底 在这个大底附近 他存在超跌反弹的一个预期 电力设备这个方向短期的话 他也是 存在着上估的预期的 我需要告诉大家是 这个方向今天有两只票 是涨了20厘米的 那这涨了20厘米的 是大家需要特别注意的 这种票的话 有机会成为新一轮的核心 新一轮的龙头 什么意思你看 这个票今天直接拉了一个大阳线 对不对 直接放量 看到没有 突破底部的压力 那像这种票怎么理解呢 其实压力怎么样 不要轻易的去追 但是呢 他后面 就说明后天盘中的分歧点 你可以搏 搏到一个低点就有可能吃到一个肉 甚至吃到一个大肉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一定要重视的 电力设备板块的话 今天还有一个涨到20厘米 就是迦南智能 对不对 这个票大家看 也是出现一个强势的爆发 这是属于什么 属于二个大 第二个大阳线 昨天是强势的一个涨停 今天暂时涨停 毫无疑问 他已经走出了地位 已经走出了一个什么 效果 他就是龙头 朋友们 如果你去参与电力方向的话 毫无疑问 这个票就是电力方向新的龙头 所以接下怎么办 他已经奥连板 涨了20厘米的两个 对不对 接下来已经获利盘巨大 偏离了无均价线 所以在冲高的过程中 你去追高能不能 优到点 不靠谱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 是在低位 他如果出现分歧点 分死的击杀 分死的跳水 我觉得就是机会 就是你上车博弈的机会 如果盘中虽然跳水 杀到这个无均价线更好 那毫无疑问 你的吃肉 吃大肉的机会来了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从这个票的近期的走势来看 他的整个的一个 行情 他在后期 会有一个 可能会有一个大的突破 因为他是属于刺心股 又属于底部放军量 空间完全打开 其他一些电力相关的板块 表现也还是不错的 对不对 尤其是电力物联网 虚拟电厂涨幅比较大 有三个票上行 好 除了今天涨势比较好的中传系 电商电力之外 其他的板块表现就 几乎是跟这些方向相关的 就没有一个明显的核心了 没有一个明显龙头了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后面的一些板块 后面一些板块 比如说今天跌幅比较多的谁 其实跌的比较多的 你说谁啊 要对吧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是 要你说走完了没有 要这个方向也没走吗 也没走吗 后面空间潜力也算是比较大的 尤其是新冠特效药 在昨天爆发 今天属于一个调整 但是你看 这里只是一个缩量的调整呢 还记得我前面跟他说 放量大阳线怎么样 不要追 他调整到低点 有低点怎么样 潜伏低息 说不定明天就直接来一个大阳线反包 有没有这可能性 有 甚至来一个大阳线 有机会突破这个压力 进入一个加速上升的阶段 接下来 大家是一定要注意的 一定要重视的 新冠特效药 他随着近期疫情的扩散 有机会出现一波大幅度反弹 这是大家说特别重视的一个点 从目前的盘面看市场的要点 市场的焦点 主要还是集中在 众生这个票上面 明显的他是 涨势最好的对不对 他明后天很关键 如果他强势突破 强势突破 马上法包的话 你想想他的空间 潜力是否打出来了 所以像这种票的话 大家是短线需要注意的 抽点反财的概率很高 除了他之外 还有一些前期的人气票 核心票 龙头票 比如说 我在昨天跟大家讲过的 涨停的票 新华 新华的话 今天是整体表现不及预期的 对不对 今天是属于一个 说点 稍微说点量 一个 小小的十字星 这里的话就给大家无心的遐想 什么遐想呢 明天是不是要什么 再来一个涨停板 再来一个大阳线突破 有没有这可能性 有 一旦是这样子的话 再来一个大阳线 一个涨停板突破的话 那我觉得他下一个目标 就是这个位置去了 所以他的空间 他潜力 就打出来了 这是大家一定要记住 就怕这个位置过不去 上面这个是什么位置 60天线 就怕60天均价线这个位置过不去 以后怎么样 冲高回落 所以接下来你怎么样 追高要小心 不能轻易的去追 就是这么回事 大家觉得是不是 你去追高的话 就很容易高位接盘 很容易高位站岗 大家觉得都对 所以接下来 对于新冠特效药这个方向 大家是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重视的 因为近期随着疫情的扩散 如果后面 疫情扩散的比较快的话 或者说比较严重的话 他短线会迎来一个爆发点 还有就是中药这一块 也是可以跟中 也是可以留意的 对不对 他近期的走势 也是比较平稳的 后期有机会迎来什么 迎来一个跟风上涨 中药很多的票 他其实也是跟新冠 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大家也是需要特别注意 可留意的 这是今天盘面涨幅板 居前的 还有跌幅板 居前的一些板块的情况 说白了 市场还是属于一个正常的轮动 接下来我们说大家 最为关注的几个方向 对不对 新热点出来了 老肉点接下来怎么办 还难不能参与呢 至于老肉点是谁 大家都知道 老肉点是吧 中特估 中智头对吧 与之相关的证券保险银行 还有谁呢 还有 科技里面的人工智能 数字经济这些方向 那比如说中智头 大家看中智头今天是上涨了 终于迎来了一个什么 起碗的动作 其实这个板块 我在前面讲了很多次 他的这个位置刚好在哪里 2030均价附近 在2030均价附近 你就可以低息可以博弈对不对 在这些位置 你可以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跟踪 后期反弹的概率 非常非常之高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一定要记住 在这个位置 是值得大家低息的 是让大家潜伏的 后期拉高到高位 尤其是到高位的一个什么 前期高点 你记住不要轻易的去追了 这个方向只适合 潜伏低息 然后 中智头股票在近期表现比较强势的点在哪里 我说强势的点大家都知道对吧 看前盘呢 谁呀 军工是不是 所以接下来重点就留意一下军工方向 尤其是中传系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重视的 可能很多人说那军工大涨了对吧 你看比如说我刚才说中传汉宫 近期涨了几十个点 是吧 还有中传防务中国电力 中国动力对吧 这些都有涨了 很多人说 哎先生这个高了我不敢追了怎么办是吧 其实你不敢追也没关系 前期讲了很多低位的对不对 中国卫星中国卫通 这种不是低位的吗 你看 近期他属于一个底部的震荡 那这种位置就值得大家去潜伏低下 胆子小的你就潜伏低下 而且他前期股性激活 随时都有可能迎来 大涨呢迎来大爆发呀对不对 所以大家可以 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啊 胆子大的去前排的 胆子小的 把这些调整比较充分的 位置比较低的 这些中之头的这些票可以去做一个跟踪 好 还有就是银行证券这一块 然后证券这一块我说的很清楚 说的很明白 银行在这个位置想要连续大涨是 很难很难的 所以反弹有高位 给你跑赶紧跑 有高位给你什么减仓赶紧减 后期的话 把他拉高 我觉得这就是逢高的一个出货机会 券商 这个我是讲了过很多次 讲的 明明白白的 还有很多朋友还不理解 说白了 券商你不要 不要去 怎么去盯紧他的一个短线 你要做什么 做一个趋势 这个位置是属于 20线30线60线的支撑位 那么你可以考虑在这个支撑位附近做个低息做潜伏 只要在这个位置站稳了 只要在这个位置站稳了 那么我告诉你后期拉高 大概率你要吃入 大概率你要什么 有机会逢高出货 板坛的概率很高 而且我也想告诉大家券商感觉压了几年压不住 近期这个资金明显的一动对不对 随时都有可能 强势的出现大阳线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 那么他如果出现大阳线的话 你想大发不涨行吗 大发会不会拉上去 绝对可以有机会拉起来 这是大家需要特别注意和留意的 好 接下来说科技大家 关注度比较高的 人工智能数字经济 所以这个方向我觉得大家应该是熟悉的 我讲了很多次讲的很明白 大家看今天人工智能板块 掀起了个涨情潮掀起了高潮 还记得我家前几天 对吧在这里 强调多次了怎么样 低息潜伏低息 对不对很多人不理解很多 不知道什么怎么看 不知道实在看不懂的 理解经济的这个是前期的压力位 现在是什么平台的压支撑位 所以这里本身就存在超级反弹预期 我们就把它当超级反弹来做 对不对 那你在这个位置去做低息的话 是不是有机会 吃到肉 吃到大肉 是不是 还有大家看 今天的人工智能板块个股 更是掀起了一个涨停筹 什么意思呢 多支票出现大涨 多支票出现涨停 前排的这几支票涨了多少 20厘米 对不对 涨了20厘米 这些票就不用我说了 我讲了很多次讲的很明白 而且我也告诉大家 新龙头有可能是他是吧 大家看谁呀 万胜智能 万胜智能 以后在第一个板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说过这个票 是不是 大家有印象吧 当天涨停了突破这个压力 有朋友问我怎么办 我说涨停突破好事 你不追 但是他回踩 下面的支撑位 比如说五无均价线 或者说比如说下面的低点支撑 低息潜伏 他其实是比较强的 刚好回到这个五日均价线附近 他就上去了 五均价线都没破都没打破 所以他直接就发飙了 如果你在这个位置 上车的潜伏的 你想想这两个大阳线 30个点以上 30个点以上大肉 但是他还是强势做期的 他还是往上进攻的 所以他可以守住五无线 你可以继续看多继续躺 可能很多人说 那接下来我没有票来怎么办 是吧 能不能参与 其实短线涨幅巨大 可能会有个回踩 那么回踩到这个 五日线附近 你可以考虑做低息 可以考虑做潜伏 一旦站稳了 一旦什么 出现了一个止跌起码的动作 后期暂时上涨的概率偏高 所以大家也是可以注意和重视的 整个的走势 也是可以去什么 可以去重点跟踪和留意的 还有大家看前期的一些核心品种是吧 特别信息 午后涨停了 这个有点点新反弹的预期 刚好调整到前期的低点 是不是前期的低点 那么您的超低反弹 记住我说这个是超低反弹 高位高位 上面被超的朋友们 冲高后考虑减仓考虑出货 记住 这里往上冲高 这里往上冲高 你要考虑什么 考虑出货 不要再去追高了 不要再去顶了 一旦你顶错了 追高了 那很有可能就站岗了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还有包括前期的核心农逃票 浪潮信息 也是出现上涨出现大涨了 对不对 你看大家看 这个票是不是到了前期低点附近 有机会迎来一波反弹呢 但是我说是反弹 并不是说这个位置就是反转了 因为他本身这里已经跌穿了60线 强势突破 才有机会去突这个高位 否则的话上面压力大 冲高暂时回载的概率偏高 这个时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 低点 你可以前不可以低息 但是拉高 不要追高 不要去顶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实在忍不住 找分歧的一个低点去博 博对了 同样的可以吃到肉 这么发油 看一下 前排的这些很多都是 是不是前些一些低点 调的比较充分的 当然后排也是有些大跌的 分化比较严重的 这些大家是需要注意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板块整体的一个走势 跟人工智能几乎是叠加了相同的 但数字经济又有不同 数字经济 党停的票比较少 而属于跟风人工智能 所以在操作上面 大家把重心要放在人工智能叠加 数字经济来这方向 是吧 他既然是人工智能 又是数字经济 那么这种票更好 叠加其善 走得更远 或者说空间更大 同样的 前排的这些 暂停的这些放量的 大家自在重视大乘母亲来看 数字经济板块 核心龙头还没有什么明显的一个变化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是需要 谨慎追高的 再看一下后排 后排中国科传跌停了 其实中国科传跌停我觉得可以理解 这个是什么高位出货了高低切换了 这个前期我讲的很多次讲的很清楚了 对吧 记得吧 在这里 上车的这里套出的朋友 我跟大家怎么说的 我说冲高怎么样 冲高怎么样 跑路对吧 你想想 在这里冲高你不跑路 你在追高追进去 那我告诉你 这个损失是比较大的 追高 十几二十个点就没了 明天再跌再跌 你是不是损失惨重了 所以朋友们记住了 前期这种票涨幅巨大 一旦出现高位的一个调整后 一定要考虑及时撤退 这是大家需要特别注意和留意的 从今天的整个板块来看 新热点强势爆发 老热点也有资金回流 所以接下来是 赚钱效应比较好的一段时间 你想去参与新热点的 可以去博一个 博一个什么 头部的 但是朋友们记住了 市场虽然说是涨钱票比较多 但是持续性 目前确实还不是特别好 所以你去追高一定要小心谨慎 好 这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